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小胖冰冰在美国 我是最东美国税务的房产经纪冰冰 我是最东美国房产的税务是小胖 对今天大家看到我们来一个小房子里不是很大的房子 因为现在二手的房源特别少 我们尽量挑刚刚上市的给大家 然后因为今天是1月24号 我们挑刚刚上市的位于跑偷了的一个detach condo 没错这个房子是一个四房三位2014年的房子 一个次行房 没错 它的设计一会儿跟大家说还是都蛮合理的 对因为我们都是挑我们自己认为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就挑一个蛮合理的 价格是119万8 对就是将近120万 然后它的室内面积是1950尺 这是一个detach condo 但是它院子一会儿也会看到稍微有一点 对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我选这个的时候 第一我觉得2014年的房子保持成这样 它的就是住家就很用心 而且很干净 没错 然后第二就我比较喜欢的 虽然它detach condo 但是它没有供用墙 对 然后一个小院子蛮大的 还是个connor了 对 而且它是一个南北向的房子 对 虽然它的门朝东开 但是它整个房子是南北向的 包括我们后面就是客厅 它就是阳光很好 对不对 然后第三就是它移了我卧室 我自己很喜欢 对对 那具体怎么样呢 我们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走 好现在我们就再来到了要看这个房子 首先我们看到身后就是这个房子了 它是一个边户 所以它的院子会比其他的户型要稍大一些 对 而且现在是中午嘛 就是阳光特别好 没错 没错 然后这里有一个正式的入户区域 可以放点自己的东西 但是不能放太多了 我们进去看看 进到房子来之后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它这上面是有一个挑高的 虽然挑高没有太大的区域 但多多少是有一点 进来之后会有一个空间感 感受还是蛮好的 对我就喜欢就进来会有一个挑高 它就比较舒服 虽然有不大吧 但是很舒服 对对对 接着往里走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楼的设计呢 因为是一个比较小的面积的一个房子 那一楼采用的是一个开放式的大的空间 那没有墙把它分割出来 所以说这个空间感呢还是比较好的 第二点我要说的是呢 就是它一楼呢 窗户特别的多 像这个客厅区域的右手边 一二三有两三扇窗户 入户的地方呢 有一个正式入户区的话 还有一个窗户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往里走 来到的是它的用餐区域和它的厨房 这边同样也是窗户和落地玻璃特别的多 对没错 就是这个房子我觉得很让我喜欢的是 它用餐有单独的区域 对 然后呢一楼还有卧室 虽然我们一会儿看 对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它整个这个区域 它又是很 怎么说呢 就这个空间又很整体 是 就我自己会比较喜欢 对 因为这样的小房子 它把一楼打的这种开放式设计呢 就空间会好一些 如果一个一个分割开 就每个房间都特别小 显得挺局促的 没错 而且就这个餐厅行我特喜欢 其实摆再大一点桌子 不摆这个餐边柜 也都可以 也够 对 足够了 没错 然后这个用餐区呢 一边是它的落地门 是去院子里的 一边呢是它的后院的这个窗户 所以说这块区用餐也是蛮舒适的 对 而且它院子是南向和西向的 是的 我们可以出去看看 走 现在我们从它的用餐区出来 到了它的院子 这是一个detached condo 所以它院子呢不会太大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corner了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边除了有一个California room之外 这边还是有一些院子的 它的侧院呢非常的深 所以说在这里呢 你要是种一点自己想要种的植物 或者说养一只狗的话 这个空间是足够足够的 没错 其实我特喜欢它这California room 我没想到 Dthed Condo也能有一个这么 锈针的California room 对 但是很舒服 因为你看摆这个桌子就够了 如果下雨的话也可以在外面吃饭 没错 这个院子呢其实也不小 你要做一个barbecue的话也是足够的 没错 对 走我们回到屋里面看一看一楼其他的设施 现在我们回到了房子里面 我们现在呢来看看它的厨房 厨房之前呢这个有扇门是直接把它车裤的 然后厨房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built-in的microwave微波炉 然后呢这个出户的抽烟机是升级的 系列还是蛮强的 我觉得它那个炉头是升级的吗 炉头应该不是吧 应该不是 对对对对 应该不是五眼炉灶 然后底下有一个烤箱 所以该有的东西都有 这边呢是一个中导 中导下面有一个这个洗板机 也是蛮新的看起来 你知道吗最近我们不是总说装修吗 有好多客人就是订了房子 但不是找我买的啊 就开始问我装修的事情 然后我说我也不是专业的 那我只能就是分享一些 我也不能说太多 因为万一说错了怎么办 对吧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大家看到这些厨房的时候 您要注意哪些是人家用心思的 对吧 然后哪些呢是你需要换的 比如说像我我可能炉头我就会换 因为我想中餐我喜欢中间有就中间有火力的那种 对对那换的话就会看多少钱 是的我觉得那个水台你也会换 对对对我也会换就是我喜欢那种就是一个大的 对一个大的 放锅才好放 对没错就放锅好洗 是是是是 然后这边走可以看到这有一个小的楼梯下面的区域 它用来做了一个pantry 储物也是足够的 对那这个块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呢 这个我倒没有其他想说的了 你有什么补充的 我没有我觉得1900尺的房子 对足够用了 是的 而且最得我心的就是一楼那卧室 对我们去看看一楼的卧室 回到了进门的地方 右手边就是它的卧室 去卧室之前我们会路过一楼的卫生间 这是一个权位 边上有一个领域的 但是它没有浴缸 对但是它是它就这个房子没有powder容 这是跟就是客厅共用的 对对对共用的 往里走我们去看看它一楼的卧室 一楼卧室进来之后呢 给我第一感觉就是它窗户特别多 光特别猛 大小呢其实是一个不算大的一个房子 但是1950尺的房子 你还需要一个多大的客卧呢 对不对 对 然后这边有一个漏空的地方 其实你放一些自己的柜子 或者是说放衣服都是足够的 我不知道说对不对 它现在一楼没做卧室 做的是office 对做的是office 所以它这没有closet 对没有closet 我觉得它上下其实它可以加个门 加个门就是closet 直接变成一个closet 就变成卧室了 没错 对 然后这边有一扇窗特别大 我觉得光特别猛了 我还蛮喜欢的 对 因为我觉得closet做好了 我会把它变成卧室 是 对 我觉得这样不错 没错 那我们上二楼看一看二楼的卧室 好的 去二楼看一看 上二楼的同时呢 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这么小的房子呢 它一般楼梯的设计的时候 难免会对着门 但这个房子它的楼梯是不对着门的 跟入户门是刚好成一个直角 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 这楼梯比我想象的宽很多 对 我喜欢宽的楼梯 我也喜欢宽的楼梯 真的 然后这个房子还特别得我心意的是 它四房 对 它一楼有一房 二楼有三房 对 我们先去二楼看看它的主屋 好的 去主屋之前我们路过它的洗衣房 这个洗衣房对于一个2000尺的房子来说还蛮大的 里面甚至还有一个可以手洗的这个水苔 对 但是洗衣房呢 其实我不喜欢洗衣房挨着主屋 因为我怕吵 吵到 但是呢 这么小的房子能把主次卧分开就已经很好了 对对对 对吧 我现在就是不能太挑剔 挑剔买不着房子了 对 它这个洗衣房呢起到一个分割的作用 把你的客户跟它分割开 没错没错 现在我们来到它的主卧里面 主卧我进来第一感觉呢 就是说2000尺的房子有一个这么大的主卧 我觉得是心满意足的 我很心满意足 为什么呢 你看你往这边走 对 就是我觉得呢 它放了一个kin size 然后两边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这边还有一个可以放书桌 对 就还有这么大的空间 对对 我完全没想到 没错 这个主卧就跟我家原来那个房子有点像 我住那个主卧就是这边完全可以做一个办公区域 我会放一张长桌子对着窗 我觉得这个用起来还蛮好用的 对 而且窗也很多 是的 光特别猛 然后呢 它的卫生间也有很多的升级 我们带大家去看看它的卫生间 对 你知道吗 就这卫生间我也惊到了 对 我想说1900 花了不少钱去升这个卫生间 不光花了不少钱就是很大 对很大 我都惊了 我们先去看看 我都甚至觉得这1900里头有900都是主卧和主卧卫生间 对 开玩笑了 对 好 现在我们来到它的卫生间 主卧卫生间里面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右手边有两个洗手台 男主和女主是分开的 中间还有一个做了的柜子化妆用的 对 我觉得这都很实用 非常实用 非常实用 然后它的台面也是选了这种升级过的食材 没错 没错 然后第二呢 就是它的淋浴和浴缸区域 也是做了大量升级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了跟台面一样的材料 把这个墙面贴到了顶 没错 然后地面呢 这边都是用了同样的这个食材 来做的这个修饰 然后浴缸呢 上面有一扇窗户 通通气啊什么都非常的舒适 对 我当时就特别想让你走进去给大家看看 对 这洗澡 会有多宽 对 非常的宽敞 会非常的舒服 没错 然后老人家用起来也非常方便 因为边上还做了一些可以坐下来洗澡 慢慢洗的这个设施 没错 没错 你站呢 我再广角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广角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广角一下看看 看看 你看 就是小胖站的位置 真的 我当时想 哎 一千九 怎么弄这么大的浴室呢 真的是 真的是 对 这真的好大 的确是 然后我们出来之后呢 里面呢 是一个walk in the closet 非常的大 我们另外单独给大家拍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带自己有窗户的 这个厕所 对 没错 就挺舒服的 是的 所以二楼的主卧呢 我们看完了 我们去客卧看一看 这两个客卧呢 分别坐落于这个房子两个角上 左手边一个 右手边的镜头有一个 等于就是我身后有一个 对 你知道这个我也特喜欢 虽然啊 这个客卧是没有卫生间的 他们要共用一个卫生间 对 但是这两个客卧呢 互相 互相不打扰 是的 它跟主卧也不打扰 对 因为主卧那边中间隔了洗衣房 和卫生间 然后这个呢 又在这一块 没错 所以 我也特别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设计 所以它四个卧室呢 都是互不打扰 对 没错 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客卧 进它的客卧 它这个客卧进来之后呢 反正它的主卧又有那么大的话 客卧相对就会稍微小一点点 但是用起来也是足够用的 放一张full size 或甚至是queen size 都能放得下 对 我觉得要放full size 两边可以放床头柜 对 放queen的话 可能只能一边 对 没错 我们需要 让更真实的方向展示给大家 所以我只能拿这个做对比 对 这个房间呢 有自己的窗户 还算明亮的 没错 好 从它第一个客卧出来呢 我们去另外一个客卧的路上 经过了它的 共用卫生间 这个共用卫生间呢 也是把它去虽小 无脏俱全 两个分开的洗手池 下面有一排柜子 然后里面呢 是它的淋浴和厕所 大家看现在小胖呢 就站在客用 共用的卫生间 那我再回答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最近不是好多人 买房子不找我们 装修盆找我们吧 但是我想说算了 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浴缸拆掉 对 变成玻璃门的淋浴 淋浴 淋浴的现在会需求会大 对 大部分人会想要淋浴 而且花不了多少钱 对用起来也方便 没错 好我们现在从它的共用卫生间出来 去它最后一个客卧来看一看 客卧门口呢 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 做的储藏间 放一放毛巾啊 个人物品啊什么的 箱子什么的都可以 然后我们来到它最后一个客卧 这个客卧呢 比另外一个客卧稍微大一点点 然后呢窗户呢 要多两扇 对 我觉得这个客卧比另外一个大很多 而且明亮 对 你看它是一个困吧 对 然后两边还有空间 没错 所以那个呢 如果放一个困 只能放一个床头柜 对吧 我刚说错了 不是写字的 还是潮头柜 对 所以这明显大很多 是的 而且这个卧室呢 是坐落在二楼的一个角落上 超明亮 对 它特别明亮 跟其他的房间呢 也互不打扰 所以我觉得这个互不打扰这一点的话 做得非常好 设计上 没错 那我们下楼给大家总结一下 走 好了 那我们看完这个房子 然后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先给大家再总结一下这个房子的信息 它一共是室内面积1950尺 四房三位 2014年的次新房 然后呢 它的要价是119万8等于120万 对吧 这个房子呢 我看完之后呢 就是我特别喜欢它几点 第一呢 一楼有卧室 虽然是个小房子 一楼是一个开放式设计 空间感非常好 四个卧室呢 都是分别在这个房子的不同的角落 都互不打扰 然后主卧非常的大 主卧卫生间非常生气非常多 这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缺点到我当没有看到什么缺点 唯一就是院子小 但是你目前这个房式的话 一个corner lot的detached condo 已经有这么大院子了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对吧 对于我来讲呢 我没有 我觉得这个房子没有硬伤的 就是呢 我很喜欢 我觉得120万 如果这个价格 我会毫不犹豫 对吧 但是最后要加到多少钱呢 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然后呢 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 但是今天 因为视频里我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穿了个休闲的衣服 对 主要是因为目前的房子太少 能约上看房子就非常的少 对 临时约上呢 我们就临时就来了 对 也是因为大家知道 有我朋友现在知道 我刚从巴黎飞回来 对对对 然后其实我不知道今天要拍 我以为 我以为是明天 但是呢 我这里还要说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跟大家 就是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呢 最近有很多人短信给我要房子 其实那些都是下猪盘 就是大家要注意 最近有很多人用比特币用数字货币来做下猪盘 是 我们在视频里要提醒大家小心 对 有很多人呢 一直在用下猪盘去骗agent去骗任何人 对 所以你在网络上 如果留了自己的信息的话 一定要千万小心 谁陌生人给你发短信 对 如果买房买房 因为最近有很多agent 我们都有群 对对对 包括我们公司里有一个大群 就好几百agent 我们大家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对 大家要小心 当然这都是题外话 是的 对 如果您需要想看房 及时更新这个房子的话 那就请加我们的微信 我的微信会及时更新所有的房源 没错 我补充一点 这个房子呢 我们按我们的经验和最后 目前的市场来看的话 可能还要加个十几万才能买得到 那目前的房源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周末两三天就已经卖掉了 没错 所以说呢 现在要抢房的话 一定要跟经纪人好好地联系 我们现在都是帮我们目前有需要的客户呢 及时关注康明素的房子 对 因为有一些这个即将上市的房子 在Zillow啊 或者是Refing上是看不到的 对 但是在我们内网是看得到的 所以我们知道了客户的需求之后呢 我们会定期 每天我都会搜索康明素的房子 只要一游 我会给客人发过去 所以说 如果你想买房子 抢房子的话 赶紧加我们的微信联系我们 对 最后一点我还想分享的就是有很多客人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要找卖家的Agent买呢 这样有好有不好 对 就是好呢 就是说如果你找卖家的Agent买呢 他可以可能会减些佣金 对 你可以拿到一些实惠 对 但是不好 就是说呢 如果您找我们买家Agent买呢 我们会有一些康明素呢 我们会把市场所有的房子都推给您 是的 这样的话 您也可以比更好去选择你的房子 没错 对吧 其实最后利益上差不多的多多少少 对 现在就能抢到房子 真的是 对 谢谢店 谢谢店 没错 没错 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微商师的房子 如果你也要想知道呢 你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 是的 那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在下期见 拜拜